啊 阿妩 顾驾 你没事吧 无身穿软奖 无大案 阿妩 为什么 为什么 说 你是何人 为何刺杀大人 说 谁派你来的 是陛下 阿妩 你在说什么 怎么可能是陛下 你在胡说什么 阿妩 阿妩 莲儿 对不起 陛下 大人 此女所为 奴并不知情 请交给奴审问 一定会彻查到底 交给你 难不成 你要杀人灭口 我 我绝不会包庇凶手的 请您相信我 陛下 义父打算如何 交给掌棋人什么 是 陛下 臣恳请同审慈阿 阿妩乃子一举宫女 今日她做出这种事 并将矛头指指陛下 此事非同小可 为了自证清白 为了严肃朝纲 恳请陛下 恳请楚国公大人 让臣同审此案 好 就酌请掌棋人 与执剑人 共审此案 你这么多 义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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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 承上宫来了 奴师之 请陛下责罚 宴上行赐囚子梁的五籍名叫关武 入此一局已有八年 一直老实本分 实不知 他竟是刺客 只见人没事吧 鱼儿还在昏迷 他那时老毛病 没什么大碍 那就等他醒来之后再说吧 可是陛下 奴希望 长长公 你什么也做不了 回去吧 是 鱼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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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都已经这么晚了 明日再神好不好 鱼儿 鱼儿 你才刚醒 手上的血也刚止住 你 我一定要去见阿妩 我要问清楚 鱼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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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了 小杂鱼 儿子 你还以为了 是 赵 有些人 我许 你不许 你不许 我许 打 那多无趣 我知道很多有意思的刑法 保证这位刺客小姐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比如说 取一种肉 片得薄薄的 烤得香香的 问他问题 不回答就吃一瓶 还不答就再吃一瓶 什么肉 他自己的肉啊 还有 在他的伤口上涂上蜂蜜 然后引蚂蚁过来 出事 我不会让你怎么做的 这恐怕由不得你 给他服下吧 那是什么 纸腾丸 能令他暂缓痛楚 好好打唤 好 阿妩 阿妩 一定要告诉我事情 这样我才能救你啊 杀了我 杀了我 救你 救你了 陛下驾到 陛下 陛下 陛下来旁听 你们继续 是 阿妩 不过 今日我要是审不出幕后 朱谋 姑姑 还有紫衣菊 全部都会被牵连 真的要这样做吗 我云你相识多年 你绝非是一个 能被利益收买之人 所以你行刺楚国公 只有一种可能 负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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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 我去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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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死